小刘啊 下半文区看一下昨天的裙子吧 哎呀小刘 你看我什么身材 还试裙子 你没搞错啊你呀 没有啊 碰有碰服嘛 那个裙子你穿起来 肯定也很显瘦的 小刘 小刘 怎么 说了说了 不叫小刘啊 他刚刚说 他穿不好看 但是他不会透透的 去那里买回来了吧 不行我要去看一下去 终于走了 想不到这么成功 就弄到一个 哇 独眼龙要做个博物 哇够缝嘛 没办法了 反正前面那个刚漂亮 还醒醒啊 哎我走完什么了 他晕了 晕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吃通了 拉花度数了 或者什么了 反正晕了 今天就拉了一大多 哎呀 这我就不知道 反正要问他我的同事 他们平时去哪里 都 我是他男朋友 昨天要喝香口 所以呢 哎呀可能 都去多了 我今天拉了一大天了 可能 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 不过你们 顶着背的 那个身材啊 那个样貌都差不多 是啊 我也觉得我背 但是呢 最主要那个智商还挺大 哈哈 做什么话呢 没有了 那 干嘛 你干嘛 好笑干嘛 你不会看中我吧 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就还 哎呀我知道了 那赶紧送他去医院了 真是的 哎哟 这种男朋友 送给我都不要 妈的 又让叫超娘 发现了 都怪你 他怎么都讲的这么毒素 嗯 我也不知道 主演了为什么看中你这种货色 哎呦 难搞咯 这么胖 背也背不动 抽也用 让他看见了 万一到了那边 他发掘了什么猫腻 就麻烦了 看来叫抽也不能要了 我还是气球 回头到那边再想办吧 呜 真的是 又说那个裙子不合适 真的偷偷又跑了 不行 我找到小刘啊 我肯定要 你说找小刘啊 小方 小刘他不是晕倒了吧 他男朋友 小刘怎么认识他那个男朋友 这个老 为什么 什么男朋友啊 刚刚我看到他 说他男朋友 送他去医院啊 晕倒了啊 不可能啊 小刘没有男朋友啊 而且啊 我们刚刚啊 就是从那里巡逻来的 还说昨天看的那个裙子 挺显瘦的 打算上班一起过去穿了 谁知道话说完 一转身就不见他了 不对啊 那个男的说是他男朋友啊 你说 面包车 对啊 一辆面包车把他扛上车去了 坏了坏了 肯定是遇到危险了 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 就是经过有一辆面包车 他说 那个男的身材跟他差不多了 我没见过了 反正 他说是他男朋友 我就信了 不对 不对 我们我和他同事那么久了 他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 都是单身一个呢 肯定是遇到危险了 不行 先打电话 就把我拿路路口再说 不会吧 难道有坏人呢 喂喂 小丽啊 大叔不好了 我们小刘啊 有可能遇到危险了 刚刚小方中间他说 小刘有一个男朋友 说小刘晕倒了 但是明明我刚刚和他一起 群魔来的 聊了聊就不见人了 我怀疑他现在遇到危险了 一个中年男人 对对对 你在路口拦截座 反正可疑人员都不要放过 好的 我和小方现在也租出去 好 我马上走 看电话 干嘛姐姐 干嘛 你这个奶奶去哪里 不是奶奶 是我妈 我是你妈 我妈 是杂妈 你是不是杂妈呀 这个 会不会是有活病的 傻子一样 我认识吗 嘿嘿嘿嘿 我妈说我睡亮点了 嘿嘿嘿嘿 你怎么那么臭啊 你不臭 我的鼻子挺甜的 一干干甜点 她让我吃啊 嘿嘿嘿 嘿嘿 干嘛啊姐姐 嘿嘿嘿 别笑了别笑了 我的想吐了 哎呦 那你追你妈去哪里 哦 去哪里啊 哦 我叔叔说叫我送他去医院 去医院 啊 从哪里过来的啊 哪里啊 我像是 这边 不是 这边 我像也 这里 忘记了 到底去哪一边啊 我爸说我是旺旺村来的 哦 我走了走了走了好几天啊 也没找到医院 医院在哪里啊 姐姐 医院啊 啊 医院 从这里过去 还要走 一百公里哦 一百公里有多远啊 一百公里有多远啊 那我也不知道一百公里有多远啊 那我不和你多聊了 我送我妈去医院 你一下 你一下 干嘛 这个肯定是傻子来的 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要说到那边 都是那边 哎呀 就这样啊 我们村 奇怪人了 刚刚有 个 正面男人 我晒吗 嘿嘿嘿嘿 睡就睡 把我一个同事给抓了 我的两个同事吃了的时候 突然下输了一个了 有没有吃的啊 那里这样赶口 没有吃的 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我推了我妈 好像五天了 五天了 开 干嘛 嘿嘿嘿 我還有去 我以為沒去了 BARBQ了 5天了 有沒有水啊 水啊 這裡沒水啊 怎麼這麼高門啊 給點水 對啊 我上班都沒帶水來這裡的 那有沒有凳子啊 媽拿個凳子給我睡一覺的 沒有凳子 在這裡站到沒有凳子坐的 那我只能坐地板 媽 睡覺先啊 睡醒了我們再去醫院啊 你這個媽怎麼 我那個同事 那個身材怎麼那麼相像啊 一點都不舒服 在這裡就給個凳子 哎呀 哪有凳子啊 你這個是傻子來的 你跟他說話也說不通 我還是放他出去吧 登記一下 你快點出去吧 你身上那麼臭 別吵 我睡覺先 哎呀 我別在我這裡睡 快點起來 快點出去啦 我累啦 那麼臭 快點 累了 你快點出去到外面 外面那裡有一個小店鋪在那裡 你去那裡 叫他到人給你洗了 給你點錢我的人啊 我沒帶我去 你去那裡叫人家給你喝吧 這麼高門啊 媽 我們繼續去醫院啊 媽 這個老人怎麼有個傻子啊 真的是這麼中立的 小莉 有沒有看到啊 你說的那個中年男人 但是中年男人有一個 但是那個傻子啊 我問他什麼 我問東 他答西了 哎呀 跟他語言的 溝通不來 傻子來的呀 他推著一個老人說的是他媽 然後去醫院了 大家推了5天了 5天 我還以為是BBQ的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氣 不BBQ也差不多了 那除了他還有別的人嗎 對啊 我們都找遍了 裡面都沒有什麼鬼人 有沒有開麵包車經過啊 沒有啊 哎呦 那就慘了 剛剛我手流啊 還說上班又要幹嘛幹嘛 然後一轉眼過來就不見了 哎呀 那我給你看一下 是不是那個 剛剛有登記了 有登記就拿出來 好 我拿著 其實我也不願意說 找幫你幹什麼 這個男的 他男朋友沒有那麼長頭髮啊 不對 哎呦 這個就是啊 他化妝後衛有的認識 他那個頭髮肯定是假的 他偽裝了 麻煩了 原來他是偽裝了 他偽裝了傻子 我還以為他什麼都不懂啊 那這樣子的 說不定那個老奶奶 就是你們的同事小溜 對 那身材我看就像 怎麼不攔住啊 凡是攔的 我剛剛都說了 都要攔住了 攔住啊 哎呦 我怎麼知道那些人 那麼狡猾啊 不行 人發生什麼 這麼無法無天的 做到他 肯定要把他打一段再說 對 我們先租出去吧 我剛剛也已經打電話報警了 來 同事出去 你們這些寶娃一點用處都沒有 哎呀